来管我是迷的力 教我如何松心 愿陪你同上端长眼 不愧天下 登上音乐节目标唱 张小涵用实力拍歌喉 再次让观众惊艳 但无论表现还是选歌 话题总是会扯到 和昔日同门姐妹范伟琪的 八年恩怨 我不管出道多久 这么多年 我都不愿意跟 我觉得不对的事情低头 对 这是我做人的一个底线 一番话似乎若有所指 张小涵还在微博晒出 和一对毛小孩合照 写下黑白狗别乱叫搏关注 都让外界联想到 谁说不能黑白配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 能够如此的绝对 也没什么好在说的 我觉得在每一个角色上 我都希望可以认真 然后本分的 然后活出那个最大值 低调风口不愿多谈 不过在演艺圈 讲到黑白配 肯定会想到范伟琪 和她的老公陈建州 这回张小涵 抛照虽然真的有 黑狗和白狗入境 还是难免让人对好入座 和音很完美 但台上的范伟琪和张小涵 却完全零互动 气氛超级尴尬 其实两人原本是 同家公司的师姐师妹 还曾经推出合唱 却突然传出撕破脸 时不时隔空护杠 如今事隔八年 双方嫌隙依旧无解 现在又因为一张黑白狗照片 引发无限狭想 记得阿公赶快离全台报道